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赵亚铭,继给大家播讲《马达美国诗》 那么经常讲美国的民主 那么美国民主进入到现代化社会的一个重要的副产品 那就是统计学的空前广泛的传播 美国统计学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并非是作为一种学术专业而兴起的 在20世纪的时候,美国民众的头脑里就产生了一种新的数字意识 美国人会通过各种的方式问多少,多大 而对于美国民主制度进入现代社会之后有着重要意义的投票箱和人口普查 这不过是美国统计学发展中重要的两种表现方式 在发展和加强这种数字意识的过程中 其最主要作用的莫过于美国工业和美国的生活水平 大工厂面临着日益增长的压力 要为所有的人生产各种商品 这就使得美国人在日常生活中以千百种的方式运用统计学的知识 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衣着的大众化 成衣工业的兴起使美国服装业的中心从家庭转向工厂 统计学的一个新的分支的发展就为这个转变提供了条件 这就是人体测量学 什么是人体测量学呢 那就是测量人的尺寸 以及找出那些最常反复出现的尺寸 并且确定由于年龄阶层和种族的不同 而造成的人体各部分比例的差异 一直到19世纪中叶 人们普遍认为 每个人躯体的尺寸和另外任何一个人的尺寸都大不相同 这在当时是一种常识 这种常识的来源是在于宗教中的观点 每个人的灵魂都是自己的独特之处 所以人们对每个人的尺寸和别人大不相同 坚信不疑 如果事实确实如此 那么大批的量产 适合不同人穿的服装 就会变得徒劳无益 一个人若想得到一身合体的服装 他要么自己动手 要么就得雇一个裁缝 美国南北战争的爆发 就促使人们突然需要大量的制服 同时也提供了人体一般尺寸的大量的新的资料 所以人们就发现了一个重要的事实 那就是某些配套的尺寸经常是反复出现 并且有一定的规律 如果一个男人的腰围是38英寸 袖长34英寸 那么他的肩宽十有八九 是另外一个固定的数字 由于这个简单的发现 为大量人口制造合体的衣服就成为了可能 这个发现虽然说起来简单 但他对于成衣工业是至关重要的 因为没有他 商店要得到能够满足顾客需要的存货 是根本不可能的 南北战争结束的时候 服装制造商就开始利用这些常见尺寸 为一个规模空前的市场提供大批诚意了 这个市场包括成千上万的退伍军人 蜂拥而至的新移民 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的城市的居民们 还有许许多多新建工厂的工人 甚至美国的中产阶级 也第一次可以在商店里 买到现成的既漂亮又合身的衣服 最重要的是 有关人体尺寸的资料越来越丰富 也越来越被广大的群众所了解 1880年 丹尼尔瑞安出版了一本 划时代的重要书籍 这本书的名字叫做 成长中的人体的比例 青少年成长时期各个年龄 和各种身材的人体尺寸大全 仍然终于为人们提供了 使男人男孩和青少年成衣尺寸 标准化的科学性的指导 它的体系呢 包括了一些实用图表 它可以根据人体一些统计数字 来推算出人体其他各个部分的比例尺寸来 到1889年 大学里已经开始开设 人体测量学和人体统计学的课程 这些有关人体成长的统计数字 在其他很多方面都很有用 同时呢 还为一门正在蓬勃发展的新科学 教育心理学提供了素材 到了20世纪初 人们有史以来 首次可以走进一家服装店 说他自己是42号 然后穿上一件上衣 只需稍加修改 或者根本不需要进行任何修改 就可以使最爱挑剔的人 也会觉得满意了 人们开始知道自己属于某一个尺寸 鞋子 衬衣 长裤和帽子 都有一定的尺寸 这是美国人进入到 统计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 如果能够制造出 满足顾客需要的标准化的产品 需要有标准化的杜兰恒单位 现在一提到一分钟 一英尺或者一加轮 我们不加思索的就知道是什么意思 以至于忘记这些简单的单位 是在多久之前 才被赋予明确定义 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 1887年曾经说过 我们通常使用的度量横置 既混乱又不科学 有时候还明显的相互矛盾 以至于即使简略的记录下来 也难免是错误百出 要知道 直到1892年 美国的加轮还有八种不同的官方值 这种多狼横标准自由化的毛病就是 任何一个制造商都有可能使用任何一种定义 来满足他当时做广告的需要 在新的工业领域 这种情况就引起了很多的麻烦 1900年美国电气工程师协会的主席就抱怨说 英国光学测量标准一点都不明确 因而美国的科学实验室 采用了比较准确的德国标准 与此同时呢 电灯工业对于英国和德国的标准都不满意 结果不得不采用自己的一套标准 于是一支电压为45伏 电流为10安培的电灯泡 在广告中被说成了2000烛光 而如果使用英国或者德国的标准 同样一支灯泡实际上只有400到500烛光 这种混乱状态 建筑业也感觉到很难估算成本 或者遵守施工进度 一位专家1896年 在科学美国人月刊中 就在文章里写道 一位慎重的建造商 不得不比工程实际需要 多订购20%的材料 以应付不稳定的质量 和粗糙的标准所造成的问题 到1900年 美国人已经完全可以生产 各种工业用的杜兰恒工具了 但是呢 他们还是要经常的把这些工具送到英国 更多的是要送到德国去教准 造成这种混乱的明显原因 是美国幅然辽阔 而且多样化 工业发展也非常迅速 而混乱之所以能够长久的持续 则是出于美国联邦制的政体 特别是由于在一般人的观念里 警察权力和日常管理工作 是属于各州的神圣职权范围 但是宪法第一条第八款 规定国会有权确定都良恒的标准 到了最后制定全国统一的都良恒标准的时候 为了保护州权 还不得不转弯抹角地说明 这个措施的正确性 说是为了遵守宪法 关于铸造货币 以及一切关税 输入税和货务税 应该全国统一的规定 那么一个多世纪以来 美国的国会通过各种办法 想要建立一个充分统一的都良恒制度 同时呢 又不至于冒犯到州权 或者损害实业家的独立性 杰伟逊 麦迪逊 昆西亚朗斯 都曾经提出过建议 但是国会生怕联邦的权力过大 因为没有接受 1828年 国会通过了 以英国1758年的金横制英镑 作为美国铸造货币的标准 美国前财政部长加勒廷 在1827年 担任驻英国公使的时候 得到了一个旧的 金横制英镑的黄铜复制品 就把它存放在费城铸造厂厂厂那里 最后又把复制品提供给所有的铸造厂 作为一个金棒的重量依据 但是1834年 英国议会大厦遭受火灾 英国的原件被焚毁 结果呢 不得不依据英国的长横制英镑 来间接确定费城黄铜棒的重量 正向1884年 担任美国杜朗恒办公室主任的 查尔斯·皮尔斯所说的 以金横制英镑 作为精确重量的标准并不合适 他说 由于从来没有在真空条件下 撑过金横制英镑的真正重量 而美国政府又没有能在真空中 称重的设备 因此美国棒的重量是一个未知数 但是由于没有更好的标准 这种重量不确定的棒 仍然是美国造弊的标准 一直采用到1911年 由于有人抱怨各口岸征收的 关税不统一 所以在财政部 就设立了一个联邦度量横局 但是海关普查工作的第一任领导 刚刚从瑞士来到美国的移民 鲁道夫·哈斯勒就发现 没有任何两个海关 使用的重量标准是一样的 所造成的结果 当然是海关的关税不统一 大概是在1830年之后 哈斯勒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 想建立统一的标准 但是由于国会 仍然害怕联邦权力过大 哈斯勒不得不分别劝说 每个州逐一采纳他的建议 企图通过这种方法达到目的 与其说这是一项科学事业 不如说是一项政治交易 因而进展极其缓慢 1898年美西战争之后 美国投身于世界政治 在此之前的十年里 美国制成品出口量几乎翻了一倍 美国在世界贸易中 跃居到领导地位 所以就不能再拖着 不建立统一的美国杜梁恒标准 全世界的买主 都希望美国产品的质量有保证 于是呢 芝加哥一位取得成功的商人 他名字叫做莱曼盖奇 就领导了一场 要求建立一个 全国性标准化实验室的新运动 他曾经担任过1893年 芝加哥世界哥伦比亚博览会理事会的主席 之后呢 曾经担任麦金利总统的财政部长 还曾经拨款资助过美西战争 1900年的时候 盖奇他就规劝国会说 国家已经不能再依靠别人 来确定自己的标准 美国制造商 急需一次全国性的行动 来保证他们的产品 达到必要的统一性和精确性 国会在1901年就采纳了盖奇的建议 只是把盖奇的意思更为明确的国家标准化局 改成了国家标准局 1900年给原来的杜梁恒局的总拨款 是9410美金 在国会就这项议案进行辩论的时候 一些议员对新局的局长的年薪定为6000美金 提出了反对意见 说这几乎和财政部长本人的年薪一样高了 那么正在担任财政部长的盖奇 就回答他们说 几乎所有人都可以当财政部长 但是要当这样一个局的局长 需要一个水平很高的人 那么有哪一个水平很高的人 来担任国家标准局的局长呢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塞米尔斯塔拉顿 他是伊利诺伊州一个农民的儿子 靠着办公办读 在伊利诺伊大学毕业 然后呢 又在那里开设了一门电子学的新课程 1892年 他转到新成立的芝加哥大学 从事光速的实验 直到美西战争爆发 他参加了海军 那么应盖奇的要求 斯塔拉顿呢 在几乎一无所有的情况下 一手起草了关于设立新局的议案 据说当时他所做的说明和论证 使国会委员会的委员们全都着了名 作为第一任局长 他配备了各种装置 招聘了一批热心于研究和实验的优秀的科学工作者 不到20年 他就让这个局在美国工业活动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1903年 这个局从财政部转归商务部 这就充分说明了 他在美国商业工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斯塔拉顿在1923年离开国家标准局的时候 美国已经在检验 杜梁恒和标准化方面 居于世界的领先地位 国家标准局率先对各种材料进行了实验 他为新的电器界制定了标准 其中包括公共事业 这个庞杂和富有争论性的领域 他还研制了新的精密技术来计量光和气 这个局编写了小册子 向广大消费者普及了关于家用材料和气局质量的知识 爱迪生在1919年就指出 通常有关无线电通讯的书里充满了数学概念 读起来让人茫然不知所云 但是国家标准局出版的关于无线电的印刷品 是他所读过的有关这个题目最出色的书籍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国家标准局还试验了皮革纸张和纺织品的带用品 还协助研制了水泥船 那么战时的需求也为国家标准局 劝说制造商们实行标准化助了一臂之力 战后呢 这个局又领导了一次标准化的盛战 成为商务部长胡佛反浪费运动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其后的岁月里 在每一次美国全国性的危机中 国家标准局都起到了重要的 而且往往是独特的作用 在大萧条时期 国家标准局审查了全国工业复兴总署 关于公平竞争和消费者标准的规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国家标准局探索了节约石油的途径 并且参加研制人造橡胶和其他稀有材料的代用品 在探索核能以及制造原子弹的过程中 国家标准局对油进行了关键性的研究 研制了一种新型的引爆装置 在太空探索方面 国家标准局也在各个方面提供了帮助 它研制并且改进了各种仪器 以便在未知的新领域和前所未有的极端条件下 进行检测和测量 到了1970年 位于首都华盛顿边缘的国家标准局 已经成为了一个占地70英亩大的中心 美国人每当遇到有关数量 以及用数量确定质量的问题 都会到这里来求助 下面我们再来讲讲美国的生产体制 所谓美国生产体制 这是美国人在19世纪中叶 发展起来的通用制 或者是零部件可以互换的体制 它起源于一个宏大而又简单的组织概念 而这个概念呢 又为美国人其后的机遇开辟了道路 这个机制当初形成的时候 目的是要在缺少大批技术精湛的 制枪降的情况下 大量的生产枪支 一个世纪之后 到了20世纪中叶 新的统计学 又为另一个典型的 美国生产体制的形成提供条件 美国人几乎没有意识到 革命已经发生 但是这场工业革命的确正在进行 象征着从量的角度来处理 生活问题所碰到的风险与机会 早期的美国生产体制 是根据对制成品的质量的新认识建立起来 比如在1830年 一位苏格兰的工程师 在检查费城的机车厂之后就说 比起英国制造的机车来说 这个厂所造的外部零件 像连杆 取柄 框架和轮子都非常粗糙 但是呢 机车的有些部件 比如说气缸 活塞 阀门 滑板 精度都非常高 而这些部件的良好配合和优秀工艺 对于机器的正常运转 都是必不可少 但是呢 另外一些来参观的专家却认为 即使最好的美国机器 也只能说最终加工算过得去 在英国呢 他们会把这种机器称之为二冷机器 那么他们的所见所闻 就让他们坚信 技术熟练的手工操作 对于机制产品的最终加工 是绝不可少 因此呢 他们预言 从长远的角度来看 美国的这种 想要让机器包揽一切的互换通用体制 是不会成功的 因为产品的质量不会高 但是呢 美国人所说的质量 有它新的含义 功效代替了完美 美国人是以功效 来评价一台机器 一支枪 一把锁 或者是一个钟 他们把最好的英国造的机器上那些 紧上天花的东西 比如说那些精美的装饰 都会认为是白费力气 而一些有远见的外国工程师 认可了美国的这种努力 当时曼彻斯特 一位著名的机床制造商 詹姆斯·斯密斯 在参观了科尔特的首相制造厂之后 就做出了这样的评论 他说 美国的机床都有一种直接了当 抓住要害的特点 而这在人们心目中 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我对此具有极为深刻的印象 所有东西都大大简化了 机器被赋予了一种 几乎像教育会教徒那样刻板的形式 没有装饰 边边角角 并不会被磨平或者打光 但是产品必须精密 准确和正确 19世纪早期 美国的一种初期的生产体制 已经清楚地显示出 对节约的关注 这也是20世纪后期 美国生产体制的特色 第一个美国生产体制 只在使产品 恰恰能够满足工作的要求 那种没有效用的美学 以及仅仅是传统性的装饰 在美国生产体制中 是没有用武之地的 对于美国人来说 一台高质量的机器 是指能够有效运转的机器 而不是指被磨的光彩夺目 和布满装饰的机器 但这种看法 自然就引起了 欧洲人对美国这种体制的不满 而这种观点差异 一直持续到了今天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 我们下一集 再继续给大家讲 关于这种情况下来讲 我们下集中的观点差异 我们下集中的观点差异